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木雕是魔君特别重视的东西 放下 抱歉 我看没有人就自己进来了 我的夫君也喜欢磕人偶 跟这个很像 你到底是谁 这些日子 难道你没有一点怀疑 我的夫君和你的夫君是同一个 别说 她是我的丈夫 是小摩的父亲 她根本不认识 也不嫉妒 我们历经浩劫 终于重逢 只是她失忆了 正如我和你说的那样 这一对木雕 就是我们原来生活的样子 我现在姑且当你是一个吃傻的女子 失去了丈夫在胡言乱语 你难道都没有问过她 魔戒这么大 为什么偏偏 又选择这样的屋子住着 魔君他就是喜欢这里 没有为什么 我一走进这间房间 就觉得很熟悉 就像是我们曾经 在桃园村住过的房子一样 这不可能 你到底是谁 到底想干什么 你回不去以前的模样了对吧 你 所以她现在爱的是我 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之间波澜壮阔的故事 都已经过去了 眼下就不要插手我们之间的故事 我很爱我的丈夫 也很爱我们的孩子 我对她的爱 不会少你分好 你给我听好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分开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 来人 把这个衣蕴女子送到北